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美妆学院 现在能听到老师的声音吗 首先我们先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声音画面有没有问题 为了确保我们后续课程的正常进行 没有问题的同学呢 帮老师在弹幕区走一波小花花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古风基础发型课 由云林老师带领你们学习我们的基础发型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目标早学是什么样子的啊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 终极学习目标掌握多款发型技巧打造不同发型风格 那我们的课程的学习方式和之前是一样的啊 都是直播加回放的模式 那本节课的目标呢是学会发包与基本式的打造 课程要求老师就不多说了啊 还是上传到我们的M站老师呢 会为你们进行一些细节的点评啊 好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内容 首先是了解各个类型造型特点 了解常规发型工具 了解发型的构造组成 第四个学会基本式的打造手法 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非常飘逸的长发对不对 或者是发量特别充足 所以说我们在打造鼓风造型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真假发结合 一部分是真发啊一部分是假头发 那两者结合呢也会打造出相对自然的效果 不同时代的发型不同的服饰啊 也有相对的特点还有特征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唐朝发型 是不是整个发际以及它的发包都是非常庞大的啊 都属于高盘式 那我们的后驱呢会全部收理起来 顶驱加以各种发际打造出非常富裕的感觉 好另外啊还有我们的清朝的特征也是特别明显的 其头以及我们后驱的一个燕尾呢都是明显的清朝的造型标志 清朝的造型梳理必须要特别干净啊 不能有碎发 也表达了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特别保守的一个态度啊 那宋朝汉朝明朝等等的发型呢 再加上与影视剧影楼的各种喜好相结合 都有各自的特点在里面 那无论是像这样子啊高盘上去的发型 或者是散落下来打造这种长发飘飘的感觉呢 都是需要假发和发际去打造它的饱满度的 那首先老师啊先带同学们了解一下 我们常规的假发有哪些吧 好欢迎新进来的同学啊 那现在老师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我们常规的一些基础发包的了解 首先大家看到第一个是我们常规的一个发包 再看一下啊 第二个是发垫以及橡胶条 第三个是刘海 那发包呢是用来打造我们前驱 饱满度的一个重要工具啊 刘海也是一样的 那老师呢拿出我们的工具给你们看一下 哈喽我是灵灵老师 大家看到啊老师手中呢拿到这个非常像小元宝一样的东西呢 它是属于一个发包啊 那我们常规的一个前驱的处理呢 需要用一个单发包或者是双发包或者是三发包去打造一个基本式的组合 那发包的一个手工制作呢 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咨询一下老师啊 那这个发包我们是用里面的排发也就是一些碎发区去用我们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用这样的发网把我们的碎发呢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 才打造出这样一个比较饱满的发包的 那我们在选择发包的时候啊 大小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脸型特征去定 也根据我们的朝代特征去选择 比如说我们的唐朝 那我们要打造一出比较富贵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发包的时候 是正常发包的0.5倍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发包是偏大一点的啊 这个呢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正常发包做使用 那另外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刘海 大家看一下刘海这个材质呢它是高温丝的材质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它做我们一个前驱的一个修饰 那大家在做造型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用假发 作为我们前驱额肩的处理啊 但是呢在我们的一个古风的发型中 它不仅可以做我们前驱的刘海 我们也可以将它套上我们的发网 发网的话都是搭配到我们的一个假发使用的啊 套上我们的发网呢我们把它弯成一个六字形 可以做我们的一个顶区的一个饱满度啊 或者是我们后去的一个饱满度 又或者呢可以用它来衔接一下我们的发剂 与我们的真头发做一个衔接使用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假刘海在古装里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存在啊 好了解到这些呢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的一个常规的古装工具 还有哪些啊 还有我们的八字扭 八字扭通常作为我们的唐朝后驱的一个使用 另外还有我们的批发啊 批发做我们的后驱打造一个长发飘飘的感觉 那我们的排发呢至于我们的顶部 它的一个材质相对于批发是比较蓬松的啊 给同学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排发的一个材质是什么样子的 来看一下我们排发的材质呢它属于一个纤维型的啊 这个头发我们不可以去烫 因为一烫的话它会马上烧焦啊 所以说大家在手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有条件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去挂起来 那我们的排发也分为中排小排以及大排 老师拿的这个是中排发啊 发量是比较不多不少的一种 而且长度也是比较适中的一个啊 大家用它的时候通常是在我们的顶区呢 我们用堆拧扭的手法去作为我们后驱的一个 保满度好还有我们的一个批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批发和我们的一个刘海呢 它是同样的材质都是属于高温丝 就比如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在用的构成中 肯定会出现毛躁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一个夹质板去梳理一下它的发丝 一定要好好保存啊 因为呢我们后续的一个非常柔顺的感觉 它也是在我们古装里面是特别重要的 古装发型要求一定要干净整洁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着来看啊 还有各种朝代的一个古装发剂 但我们在选择发剂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的发剂都是成型的对不对 不用我们自己去做啊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去选择好适合它朝代 以及这种类型的发剂去结合一下就可以了 那学会我们今天的一个发剂的了解呢 老师再给同学们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发型啊 离我们今天的图片作为一个讲解 但我们整个发型是怎么构成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唐朝的发型啊 但我们在做发型的时候 它分为一个前驱以及我们的后驱 前驱我们会用发包去组成 大家可以看到老师呢用到了三个发包 前驱的用到三个发包 当然在我们的后驱我们首先会用我们的排发 先做我们后驱的一个扭发的处理 打造出我们的饱满度 是不是很像一个小幅度型的啊 这样呢都是用我们的手法去扭出来的 另外还有我们的发剂定于我们的顶驱之上 打造出整体的一个饱满度的效果 最后的刘海啊我们放在我们的整个发型的后驱 去打造一个饱满的后脑勺 另外可以藏一下我们的夹子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古风啊 基本上都是用我们的夹子去衔接的 露一两个是属正常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油海去覆盖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基本式了 基本式啊是各类古装发型的第一步 就相当于一个发型的基础 那先把基础打牢固 我们才能在此之上呢做假发发剂的固定啊 那我们基本式的作用 同学们看一下 一个呢是打地基 让我们的整个发型打造出蓬松饱满的感觉 那我们的基本式也分为五种啊 一个是无包基本式 单包基本式 双包基本式 三包基本式 以及全包基本式 但无包基本式呢等一下老师带同学们做一下了解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包基本式 其实我们学会到了三包之后 朋友们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单包双包三包基本上全都会了呀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是非常实惠的啊 学会一个基本式呢 我们就学会到四个基本式 无包基本式是什么样子呢 老师带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发型是用无包基本式做出的发型 前去啊我们只分了一个中分啊 让两边打毛了一下 没有做任何发包的修饰 这是我们的一个无包发型的一个效果 那第二个单包发型 我们只在我们的顶区包了一个 包了一个发包的一个效果啊 另外还有我们的双包发型 包了两个对称的包 那如果我们在单边包一个包 在顶区再包一个发包呢 这样的包啊也分为双包基本式 另外还有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三包发型 还有我们的全包发型啊 全包发型是用香蕉垫呢 垫在我们的前区 以我们的左顶这个耳间啊 连接到我们的右耳间 做成一个全包围的样式 这就称为我们的全包基本式了 好啦同学们啊了解到这些吉他来老师呢 就带你们实操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的重点部分了 也就是我们三包基本式的打造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准备一下我们的一个 今天的物品啊 需要用到的一个物品 大家先来观察一下这个发包 是不是非常对称啊 而且我们的上方它是比较圆润的啊 下面扁一点上面圆润一点 中间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圆宝的形状 好 那我们今天会用到的物品呢 首先是皮筋 一字夹 尖尾书 霸椒啊 还有我们的纸梨 以及需要用到三个发包 好啦同学们准备好了 在弹幕上跟老师互动一下啊 好 已经有同学回复了 证明设备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我们直接呢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实操部分了啊 首先呢先有请我们的模特小姐姐 好那我们正常在做发型的时候 同学们都知道啊 先要梳理一下我们的头发对不对 那在梳理之前呢 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喷壶 先给我们的发头发稍微喷湿一下 但是记住啊 遮住我们的额前去不要喷到脸上 那我们的一个喷水的一个水量不要太多啊 稍微打潮一下就好了 方便于我们的梳理 先用梳子给它梳顺一些 今天我们的模特发型是属于一个中长发 对不对 一个披肩发啊 在做这类长度的时候 我们的后驱都是需要收理起来的 其实无论是长发呢 还是一个短发啊 或者中长发后驱我们都是需要梳理的 然后我们再在我们的一个中心区域去给它分一个比较对称的中分线 首先我们下来分区啊 做发型的第一步 我们先分区分出中间的区域啊 我们再来分我们左右的一个前后区 那怎么确定我们的一个发量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稍微啊 在我们耳间啊提起来我们头 模特头发的一个发量 每个人呢他的发量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前区的这个发量呢 是为了保证我们后边一个发包的正常的一个包法啊 不至于我们发包外露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模特的整个发量 他是属于比较充足的 所以说我们正常分的时候大家可以比一下啊 大概是四个指头左右 当然如果是头发太少呢 我们可以稍微分的宽一点 我们在使用梳子的时候 大家可以倾斜四十五步脚啊 用我们的这个前端的一个区域 去理出一道比较清晰的界限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老师分了以后界限啊 大家如果觉得分的不是特别的干净呢 可以用我们尖尾数的下一端 我们向上去延伸啊 把我们不清晰的这个部分呢 稍微给他理顺一些 好这样呢我们的分区就已经分好了 但我们的古风的分区一定要特别干净啊 分好之后先拿出我们的夹子 给他固定一下啊 不要把我们的前后的这个头发再给他混掉了 看夹住那边那我们另一边也是同样的 这边的发量和那边是同样的啊 还是分成一个比较均匀的 分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再给他固定起来 拿出我们的镊子啊 好我们的摩托稍微转一点点 对看到我们的后半部分 那我们的前后区 是不是完全都收好了 收理好之后啊 大家可以再喷一点水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后边的一个区域 完全给他收起来收到我们整个发型的一个圆球的最高点处啊 这个我们收的这个技能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太低的话等一下我们放我们的批发啊 做我们后续发型的时候 他会连接不上 那如果太高的话 导致我们的排发他又无处可放 所以说这个高度同学们一定要把握好啊 大家看一下老师呢是一用一只手不断的去扎紧 然后呢另一只手啊我们用梳子 去不断的往上梳 我摩托在这里的帮老师套一个皮筋 套两个夹子啊 那套皮筋的方法呢 老师就不教给同学们了 之前我们的萌萌老师还有我们的原老师 是不是都有交给过大家呀 我们两边啊都给他收顺啊 像我们下面呢这些比较碎的头发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发泥 蘸一下我们的发泥来看一下啊 像下面这些比较松散的头发 我们先用这个发泥给他收一下 真正去到我们剧组还有影楼你就会知道啊 我们后面的一个头发的收理干净是多么重要 不要给自己呢埋下一些货端啊 我们的发型一定要在最基础的时候 就要非常用心的去做 好我们手再收紧一些 老师用力是比较紧的 因为我们在做我们的股公发型之后啊 我们的基础 它是要固定到我们的夹发剂的 有的时候要撑一天的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扎的特别牢固啊 不能一走就散 我们以这个中心点插进去我们的夹子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旋转 旋转的这个量 根据我们的一个发量来定啊 它可以稍微挤一点没关系的 但是不要勾住他的头发丝 勾住发丝之后是特别痛的 那如果有的人的他的一个 头皮比较敏感的话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均匀的往外稍微撕扯一下 那受力的稍微均匀一些 像下面的这些碎头发我们怎么样 我们拿出我们的发胶啊 去给它喷一下 然后呢用我们的梳子 去给它向上去收理 这些碎发完全要收起来 好 收到这个样子呢 我们再把我们这一个辫子啊 稍微喷一点水 因为它是长短不一的对不对 有很多碎头发啊 稍微让它粘湿一点 让它粘脸一些 然后呢我们再编一个三股辫 但是我们在编辫子的时候 要特别的紧啊 手要特别的紧 那我们在编每一股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了 那我们在编这一股的时候 手要上外翻一下 然后我们再向旅收 每一股都是这样子的啊 向外一翻 然后向旅收 这样编出来的辫子会比较紧 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的碎头发呢 在拧的过程中都会被收理进去啊 往外 往里一收 编出我们的一个三股辫 我们编到最尾端 那正常呢 我们在初入学的时候 学习我们的基本事呢 光练习就要练习一周左右 才能扎出一个 让老师比较满意的基本事啊 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刻下琴加练习 扎到我们的尾端之后呢 我们在弄这个丸子的时候啊 不要直接去团 这样一看 随意放是不是很鼓的一个大包啊 那这样呢 再会给我们后驱埋下一个雷啊 比如说我们在放我们的一个批发的时候 后驱会容易鼓成一个大包 整体是特别的不美观的 后面再收理一下 我们要弄的时候呢 首先先把我们的这个根部给它压下去 转一点点啊 把我们的根部压下去 压到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然后去下夹子啊 用我们一字夹去夹 大家记住了一字夹我们去夹小部分 那再用到我们的夹发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去用U型夹去夹 因为我们的夹发比较厚啊 不好固定 啊 记住这个道理就行了 那现在呢 首先固定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根部位置啊 然后我们再进行旋转 把这个边缘处呢 都给它固定住 手一定要按紧啊 这个时候让模特给你使一点力 老师怎么按你都不要倒啊 好 还有我们的发围也要固定进去了 表边的这个区域 给它压到一个最扁的状态 尽量去压到最扁 把我们自己的真头发呢 藏到一个最小的状态就可以了 好 这样一看我们的模特头发啊 稍微看一下后面 是比较短的 对不对 所以说很容易有炸毛啊 这个时候呢 拿出我们的发网 我们的发网 然后呢 我们油下去套啊 顺便把我们这些碎头发 给它完全藏到里面 这样看起来整体是不是比较干净一些的 好我们再来收理一下我们下面的比较顽固的杂毛啊 嗨明明老师哈喽 齐齐同学来了啊 那老师要问一下同学们 你们觉得我们古代真的有假发吗 可以给老师互动一下啊 是不是我们在古代呢 真的有假头发呀 还是完全用我们的模特 就是让我们古人自己的头发去做我们的发迹啊 那我们的古人真的有这么长的头发吗 好那我们后边的一个基本是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包发包了 包发包之前还是要进行一个分区 先分一下我们中间的一个发包的区域 今天我们要教的是三包基本试啊 同学们还记得吗 我觉得是有的呢 是的 那我们的古代呢是真的有我们的假发的 但是呢也分为动物毛发和真人的头发 那在分我们中间的区域的时候 老师就要告诉同学们了 那我们唐朝的一个分区和我们正常的分区是不一样的啊 唐朝的分区我们可以稍微大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想打造一些小家必育的感觉呢 我们要分的小一点 为了让同学们看的更清楚 老师今天用的是糖包啊 用的是比较大 孟来同学说没有吧 古代不是不能剪头发吗 我们说的很对啊 在古代的时候啊 身体罢夫受制父母对不对 在我们中国呢 尤为重要啊头发 所以说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啊 我们一半是用动物的毛发去做一些假发剂 另一半呢是从朝鲜半岛上的鲜卑族 他们呢会向我们去进贡一些假发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头发是不能随便剪的 好我们稍微低一下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老师分的这个区域 是不是很像两个小勾呼呀 在我们的这个 眉头啊 老师老师找不到了 老师碰不去的眉头了 看我们的眉头方向 我们向上去找他的位置 因为老师这边是镜像啊 分不清左右了有一点 好那我们分好这个区域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我们的括号啊 一定要分的特别清晰 那这个时候啊 如果头发碎发特别多的时候呢 同样占据我们的指离 把我们的这个中间区域啊 先向后去给他拧一下 我们低一下头让同学们看一下 老师分的这个区域啊 是不是比较对称的两个弧形啊 这是包我们中间发包的这个区域啊 我们向后走 我们先包两边再包中间 所以说中间这一流我们稍微拧一下 好用我们这个夹子 用我们的这个夹嘴夹去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来包这两边的一个发包 今天我们模特的脸是属于比较小一点 对不对圆圆的小脸啊 所以说在弄这种的发型的时候呢 我们在选发包的时候 也要根据他的一个脸型大小去选 老师今天选的一个发包 属于一个中包了 虽然是糖包啊 但是还是比较小一点的 因为我们今天模特的脸太小了 正常的一个糖朝发包比质还要大一些 那我们在用这个发包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来调整一下它的形状啊 用之前先用我们的肩尾书把它调一下 调成什么形状呢 在我们的一个上面的区域 它是比较古一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边调的比较古一点 下边两边稍微捏一下比较扁一些 调成一个这个状态呢 我们再去上我们的一个假发包 假发包的放置位置 我们侧里面看一下 老师刚才分的这个界线啊 我们沿着它的线去放置 以这个发包的中心线 压着我们刚才分的这个界线 我们去放置一下 好我们这边 拿出我们的一次夹啊 首先啊我们先固定它的下边 进入这个位置我们要顶着它的耳朵 不要留出空隙 这样包出来的发包才会漂亮啊 固定一下我们的下边 让我们的真假发 结合的更自然一些 而且我们这个假发包 它里面会有各种发丝的一个缠绕啊 在固定的时候呢 大家要找一下 不太好 我们的一个 好固定好下面呢 我们再来固定我们的上面 同样也是以我们的中顶点去固定它 竖着去下夹子 老师用的这个发包是属于比较老的了 里面已经有很多发丝在缠住了啊 但是还是比较顺手的 因为这个发包非常容易调形状 自己制作的发包非常顺手啊 中间这个位置我们要固定一下 大家晃一下啊 不那么容易跑走呢 这个时候固定的就是比较好了 它是垂直于我们刚才的一个分界线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头发 我们看着镜子去包啊 不要怀疑它的大小 因为我们今天包的是糖包啊 稍微偏大一点点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糊度 是不是你满意的糊度 我们下面小上面稍微肥大一点点啊 好 稍微比一下 然后呢我们刺一点身子 把我们这个发包的这个发片 自己的真发片 我们需要去进行打毛 把它垂直于我们的头皮啊 然后用我们的梳子呢 进行打毛 打毛的时候注意了 像我们的模特头发 它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发量的 但如果你的发量稍微偏多一点 我们可以把外面这一层撇开 只打毛里面的头发啊 好 我们打毛好之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外边缘稍微给它 梳顺一点 一定要顺着我们的发包去梳 摩托小姐姐长得真可爱 是不是包上发包之后更可爱了 看长得小脚脚一样 甚至我们的发包把它包围过来 大家看好老师的左手啊 一直在离我们的头发啊 一定要抓着它 像这种碎发呢 还是占取我们的纸离 不要占太多 不然很容易打柳柳啊 稍微占一点 让它有一个粘合感就可以了 这些碎发 我们先不比它想是怎么收拾 修饰脸型的 想去修饰脸型 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一个基础发包啊 学会怎么打造发包 顺着我们的这个发包的形状去 走它的发丝感 不要直直的去 直接包过来 这样的发包非常的丝反啊 而且没有修饰脸型的一个效果 像下面这些碎头发呢 我们梳不上去的 我们就给它抿下来 抿到我们这个定间啊 给它抿下来 你这个头发向上梳 中间的向后走 上边的顺着发包走啊 好 我们顺完了我们这个头发之后呢 不要着急去包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右手啊 去稍微顺一下摸着过来 然后倒立一下我们的左手 在我们后边的区域 转一下啊 再接近我们发包后边的这个区域 按到我们的真头发处 我们再去下夹子 所有你手指按的地方呢 都是我们需要下夹子的位置啊 可以用两个夹子去给它固定一下 这样固定的会更紧实一些 那多余的这些头发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在我们的手指的地方啊 进行一个缠绕 然后呢 收在我们的发包的后面 将它收到最小 自己的头发一定要收到最小啊 好 这样呢我们就固定好了 固定好我们发包后面完成 我们看正面啊 这个形状是不是我们还不是特别满意啊 发包是需要我们不断去调整的啊 包括这些碎发 还有我们需要去理的这些头发啊 我们需要去二次调整一下 好 那我们哪里不满意呢 可以稍微再夹一下或者是 调整一下它的发丝感 用我们的一个尖尾竖去调 大家记住啊 永远不要着急去喷我们的发胶 发胶呢 是在我们最后定型的时候去喷的 一定要等你的造型完全完成之后啊 我们再去喷我们的发胶 好大家看啊 这样呢我们这边的发包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发是不是比较饱满的一个形状啊 是偏大一点的啊 今天我们包的是糖包 稍微偏大一点 在整个形状完成之后呢 再用发胶去给它定型 挡住我们的脸啊 顺着我们的发包留一定的距离 我们再去给它定一下形状 然后呢我们再向后 收理一下这些碎头发啊 好那我们这边的发包呢 就已经包好了 那另一边啊老师再给同学们 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步骤啊 那同学们都能看清吗 看不清角度可以给老师说一下 老师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首先呢还是在 调一下我们的发包 将我们的这个顶区给它调的 喷一点 因为我们里面的头发都是碎头发 我们的发包里面都是可以调整的 下面两端我们给它捏一下 然后呢固定在我们的这个中心线上啊 中心线的区域我们给它固定住 然后用我们的一次夹 先固定上端下端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一定要顶着我们的耳尖 不要让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整个发型 里面有一个空隙啊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稍微有点空隙呢 那一定是我们这个模特的脸 特别短啊 特别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发包 可以稍微离耳间远一点 那如果脸型特别长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发包去压一下耳间 好我们再去夹一下我们的下面部分啊 中间再给它固定一下 好那我们固定好之后啊 不要着急去包 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正前方 用自己的头发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左右啊 还有它的前后啊 是不是非常对称 好差不多之后呢 再进行一个打毛 打毛的时候啊 我们把它的这个发丝给它拉出来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前面 给它理出来一片发丝啊 这一片我们是不做打毛的 这是我们整个头发 最表面的一层啊 我们可以把我们里面的这层 给它进行一个垂直打毛 打到我们的一个 头皮的根部 有一个蓬松的作用 那如果是本身呢 头发发量就比较多呢 我们可以不打毛啊 直接包过来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再顺着我们的头发 去给它输过来 顺着我们这个发包 这个糊度 我们向后去输 好这些小区域小碎发呢 还是用我们的支离去固定一下啊 把这些多余的碎发给它抿过来 我们在包我们的这个发包的时候 手一定要紧 发包做了我们的基本势 它有的时候是要撑两三个发型的啊 你们实际操作起来就会知道了 我们的一个基本势是多么的重要啊 学会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糖包呢 基本上任何样子的一个发包 都能够包起来 其实全包啊 和我们的这个包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形状不同 好说好之后呢 顺着我们这个头发 我们在后端 这个区域啊 转一下 给它固定一下旋转 旋转到我们的这个后发尾部 也就是我们的发包后方 我们用我们的夹子 去给它固定住 夹子一定要紧啊 多余的这个碎发呢 我们再还是用我们的一个 指头去旋转 给它收到一个最小的状态 收到最小 我们再去把它固定起来 好 你们看一下正面啊 正面两边呢 大家看一下 是否有哪里不对称 我们再用我们的梳子去调整啊 发包不是包上就完了 我们需要去调的 像任何发型 我们后期都是需要调整的 对不对 这碎头发啊 记得去收拾 记得去收拾 那去我们这个地方 去我用我们的发尖去抿它 遇到特别顽固的头发呢 不好收拾的 我们就可以用发蜡了 老师用的是发迷去收拾的啊 这边同样的可能那边对称一下啊 也收来一个小拼发 快看一下两边 抱的这个状态 还是比较对称的对不对 但我们大发包呢 也会显得整个脸型更小一点啊 两边的碎发给他们离开一些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包我们中间的这个发包 中间这个发包相对于两边是 稍微难一点呢 另外我们的糖包 大家记住了 在包唐朝的包的时候 我们中间这个包 中间的发包要往前推 也就是说它可以不按着我们分的 这个界限去放啊 我们尽量呢去往前推 大概啊 与我们整个额头稍微起平 与我们额头的高度稍微起平 是我们整个唐朝 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发包了 那我们正常发包都可以沿着我们 刚才分的界限啊 我们糖包稍微往前放一点点 往前推 使劲往前推 他比我们这两个包都要向前靠一点 嗯 那同学们能看清吗 这个发包我们是中间表谷啊 刚才的我们两个发包是上面表谷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个我们要挑的 是不是中间的位置啊 给它挑的最高啊 但是要有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 固度 我们去给它调整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来固定一下 我们的一个中心线的位置 你头发稍微离一下啊 好压着我们的一个中心线 我们往前去推 找到我们中心点的位置 我们测试去固定一下我们的两端 夹住我们的 两边这个 小一点的端口啊 然后我们的另一边的位置 我们也是 稍微测一点去夹 因为这个位置它比较不好夹啊 因为老师把整体发包向前推了 中心点的位置也不要忘记啊 中心点我们在后面去固定一下 然后呢 拿出我们前端的头发 我们向后去收拢去看一下啊 稍微不对称的地方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让我们前端的头发向后收 这样呢我们顶区的这个忽度 它是不是就找出来了 找出来之后啊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项工作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还记得老师刚才的手法吗 两边发包包完之后呢 再来包中间的发包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老师啊 你们能看得清楚对不对 把我们中间这个区域前片 发丝去给它出清出来 这一片呢 我是最外面的一层 我们不是进行打毛的啊 那我们的打毛的呢 是从里打毛我们里面的这个头发 发丝的区域 同样的要打到我们的根部 这样呢 我们的发包包起来 才是比较饱满的一个忽度啊 正常的打毛手法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有没有学过啊 要不要老师联同学们复习一遍啊 要打到我们的根部啊 这样呢我们整个发型 才是由我们的根部 慢慢向上起到一个忽度的 好再看一下老师打毛的这个程度 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外面这层发片 就是给它遮挡一下了 对不对 我们在梳的时候注意了 只需要梳我们的表层位置啊 那老师呢 会用左手握着我们的一个发量 然后用我们的梳子 去顺着我们的发包 去梳它的走向 记住这个要点啊 这是我们的重点部分 发包也不是乱包的啊 要顺着我们的发包形状去包它 因为我们的一个前端区域一定要给它打抛 打抛了之后 前去的饱满度才能够出来啊 我们摩托它稍微小 向下侧一点 嗯 老师是不是头发软的不好打毛啊 头发软的是比较容易趴下来啊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可以稍微加大一点力度啊 或者是如果是头发特别软的话 我们提前可以用我们的一个玉米须去给我们的里面烫起来 这是针对头发特别软的同学啊 正常的话 我们基本上打毛就能够出现这种状态了 顺着我们这个发包固度 在包发包的时候不能急到啊 因为我们和正常的一个日常发型和新娘发型不一样 他们可能要求比较灵动自然的感觉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一定要要饱满 而且干净 这是说我们一个果封发型的一个要点 我们尽量少碎发产生啊 给他们收整到最干净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 也会发现他们的整个发型是特别干净的啊 基本上很少有碎发的产生啊 这时候我们用发泥将这些比较碎的头发呢 我们向后去收整 大家看老师收的 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弧形对不对 不要让人家炸毛给他刺起来啊 好收整到这儿呢 我们来测一下身子 收这个头发的时候啊 同样的我们用我们的手啊 顺着我们的整个发包过来 压到最紧的一个状态 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去旋转 然后两只手交替 给他按到我们的发包的后方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一字夹去固定啊 去固定到我们手按的地方 给他下紧夹子 我们可以用两个夹子去给他夹紧 固定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多余的头发 同样呢 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去进行旋转 给他收到最 最小的一个状态 把它收小就对了啊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最后 都是要用假发给他藏起来 对不对 好收完之后我们看前方啊 这个弧度我们如果觉得不是特别饱满的话 我们还要用梳子去调整他的形状 把我们的整个一个尾 一个发尖 梳子的发尖啊 我们去给他调进去 然后呢给他调出来 中间这个高度我们给他调到最高啊 像一个掺山丘一样的形状对不对 好找一下我们的左右 那这些地方呢我们还要用发胶 再去给他固定一下 记住我们在喷发胶的时候呢 一定要留有一定的距离 不然很容易打成柳啊 而且弄出来的这个样子也特别不自然 对不对 我们的古装发型呢要求层次感 发型感空间感啊 好 这样呢我们这个发包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的三包基本式呢 也已经完成了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关于我们唐朝的一个发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比如说武则天秘食啊 杨贵妃秘食里面 会常常用到的堕马剂啊 那下一节课老师呢 会给同学们看一看 我们的一个发剂的一个形状 以及我们秦汉时期 会有悲天剂啊朝天剂啊 各个时代的一个发剂 都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发剂呢 基本上都是现成的啊 当然在我们剧组里用到的 都是手工制作的发剂啊 所以更加自然一点 那最后我们再来喷上我们的发胶 记住要支住我们的脸啊 稍微折挡一下 不要喷到脸上 我们留有一段距离 用这个散物状去给它喷一下 给它定型就行了 我们这边也是的啊 好这边听好形状之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唐朝发包就已经做好了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后边区域 像我们后边这个区域大家看啊 有没有刚进来的同学啊 我们后边盘了也是一个 比较扁的一个三股变啊 那我们在做这种类发型的时候 全盘是我们可以放置我们的批发 对不对 放置我们长发飘飘的一个感觉啊 但是在拍我们的一些清朝戏啊 或者是唐朝戏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基本是又不能这样说了 所以说每个发型的它的一个基本是也是有差别的 在我们下节课里呢 老师会给你们讲到如何去使用我们的批发 还有如何使用我们的扭排发啊 好大家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接下图啊 或者是课架呢 同学们做一下练习 这里老师要给同学们说一下我们发包的一个选择了 那像我们的唐朝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大的发包 大发包我们可以尽量的向前去放置 可以压一下我们的耳垂啊 那我们的正常发包呢 可以略微小一点 甚至我们可以只分一个前区 然后将我们的发丝打毛也是可以的啊 同学们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吗 老师再给你们放置一下我们的批发啊 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的批发 这个是用高温思索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扎直啊 再来梳理一下我们的一个头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批发上面呢 它都是有这种小排夹的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正面都是有这种小排夹的 但是正常我们在工作使用中 这些夹子是要完全去掉的啊 因为它并不能固定牢固对不对 我们尽量用一字架去夹 它在固定的时候呢 要把我们的这个表面给它收顺掉啊 我们要固定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我们向后侧一点 固定的位置 要在我们的整个一个 刚才盘的这个三五遍的一个 半腰处放到它的一半位置 顺着我们这个地方的一半啊 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批发 它的宽度是稍微窄一点的 那如果是稍微宽一些的呢 我们两边的位置可以稍微相对折 然后再去放置 顺着我们这个位置啊 在我们后端的一半 那我们前端我们向前转一下 在我们前端的时候大家能看到 高于我们的耳间 稍微宽出来大概一指半指的时候呢 就可以了 一定要在我们的前端看出来啊 要不然我们没有 没有放这个效果了对不对 好给老师拿一下一字架啊 那我们同样用一字架去固定 从我们的边缘处向里去固定 我们基本上一只手呢 就可以把它全都操作好啊 好 你把我们的背面给从这么拿 像我们背面的这个区域 我们顺着这个刚才老师包的这个包的边 偏远处向下啊 我们去给它固定住 固定的这个数量呢 根据你自己看一下牢固不牢固啊 这个要根据整体的一个发量而定 也要看你基本是扎的是否牢固 如果基本是扎牢固呢 我们的这个 一字架只需要放两三个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基本是是相当重要的 好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批发就已经放置好了 批发放置好之后 是不是特别像美人出狱啊 或者是要歇息的感觉 就像我们整个上面的一发际 已经放下了 那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性感的发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两边的这个区域啊 都可以向前去放一点了 像这个批发 他是特别容易打结的 因为他的头发丝是比较细的 而且偏长 一旦不收理好很容易打结 那我们在拉的时候 在拉直的时候 要成段式的一条一条的去拉 所以说特别麻烦啊 当然在我们居足里啊 或者是影楼里都是有小助理帮 我们去拉头发的就对 所以说也是特别省事的 嗯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础发型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现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老师啊 我们在完成这个基本事之后 也可以在我们的顶区 例如说我们放一些一些发际啊 或者是我们的刘海啊 刚才老师介绍到这个这个刘海 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刘海我们要套上发网 去固定他的形状 像这个 这个刘海呢 老师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他啊 用的越久的这种假刘海越好用 因为他不是特别滑 特别好固定啊 比如说我们想在这个区域 大家看老师包的发包 是不是这边都有空缺啊 空缺处呢 我们可以用刘海 这里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刘海的作用啊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啊 去给他打一个这样子握着中间 去给他打一个六字形 然后呢我们可以固定在我们的这个 上端的区域啊 这样呢是不是一个比较饱满的弧度了 好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再用我们的U型夹去固定 那我们整个区域 它就是一个比较饱满的弧形 这是我们的一个刘海的用法啊 再就是另一个用处呢 我们还是 刘海的用处是非常多的 而且在我们整个发型里 我们也可以不用发包 完全用刘海去组成啊 第二个用处呢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手的中间 去给他扭一个 弧度我们测一下 在我们整个发型做好之后 大家会发现老师盘的这个基本式的区域 会有外露对不对 会有发网啊杂子的外露 包括自己的真头发 这是很正常的 这个时候我们同样 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刘海 去给他放置到这里 大家可以测一下 这样一看我们的整个假发 真头发以及我们的一个夹子 是不是完全都支挡住了 嗯 像白娘子 是吧 老师今天打造的是一个基本式的打造 方法啊 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发型 但是呢 是我们鼓风入门最重要的一步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进行课下练习 作业一定要交上来啊 发包呢 关于一个链接的方式啊 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血管老师 提交一下链接 好了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任何一问这个时候都可以提出来啊 那在我们的景区 我们可以放一些发剂啊 或者是用我们的排法 去用手给他扭出呼度 但我们下节课给老师给同学们讲解啊 关于我们的排法 会有三种的一个演示方法 不是大家平常看到的一些 只会用发剂往上嘴的发型 其实我们的古装也是需要用手法的 这样大家出去去接一些商演啊 或者是一些剧组的时候啊 自己拿出真本事以来 但他们都会对你关注相看的啊 好了 现在呢 再进到我们的一个答疑时间了 那另外老师也给同学们 总结了我们发包的一个选择 这个时候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发包选择 那根据脸型而定啊 圆脸呢 适合圆润的发包 那长脸发包需要压一点点耳朵 压一点我们的耳间的位置 第三个脸型标准 紧挨耳朵放置 不要给我们的耳朵呢 留有空隙 好 还有我们的分区啊 那我们首先刚才做的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前后区的一个分区啊 首先先给我们的模特分了一个中分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的前区大概三四十左右 发量太少呢 我们可以向后稍分一点 发量正常三四十左右就够包我们的发包了 为了防止我们的发包外露啊 发量一定要根据情况来定 那我们的后区呢 根据造型需求边发盘起收到最小 老师用了一个三股变啊 用一个反拧手法把它收到了最小 然后用我们的发网将它套起来的 说到这里呢 老师也给同学们说一个小技巧啊 但如果是我们的模特头发前区的头发太碎呢 我们可以不用完全收起来 我们可以将它一些碎发啊 来修饰一下我们的脸型都是可以的 就根据我们的发型来定啊 但是像一些影楼里它的要求都是比较死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样次主题上要做什么发型 我们就要做一样的 但是有的发型师呢 他就会考虑到我们的一个顾客的资深情况啊 就会给他留一些小碎发来修饰一下脸型 好接下来到我们打一时间了 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提问一下老师啊 那你们要不要再重处一下我们刚才的一个假发剂啊 老师再给同学们讲解一下呢 那我们当发风 那第一个我们的发包 老师刚才说过了 这个发包呢 我们在网上淘宝上也可以购买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纯手工打造 纯手工打造的发包更好用 而且我们做出来的发型会更自然一些 那我们的发包外面是用发网 以及包我们里面的一些碎发组成的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发垫香蕉条 这个就是很适合做我们的唐朝发型啊 唐朝发型我们前端可以完全只用这个香蕉条 去包里面的一个饱满度 也就是我们后面说到的一个全包发型 像这三样工具呢 都是作为我们的和前驱处理的 大家都知道吗 作为我们的前驱处理啊 是使用真假发结合来填增饱满度的一个假发 所以能听懂吗 他就慢 那刘海啊 不只是作为我们的额尖的一个刘海使用啊 它可以做我们的一个 一个真头发与我们假发具的一个衔接 再就是呢 它可以做我们后区一个隐藏发夹啊 隐藏真发的一个假发布袋啊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顶区的一个饱满度啊 买的里面好像是海绵 感觉是好夹对不对 它不太好夹我们做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这个排发 我们可以把这个排发 因为这个排发是纤维的啊 它的材质是属于纤维的 我们可以把它剪碎 剪碎之后呢 你们有没有购买发网啊 我们把它捏成一个比较圆的形状啊 用这个碎发 然后呢用发网缠绕一下 再用针筒起来呢 就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包啊 买的是不太好用啊 而且它的形状不太好控制 大小的话也能不能根据这个发型来定 还有八字牛啊 八字牛 这个同学们有没有了解过 八字牛呢 在我们唐朝发型里的时候 可比较多啊 那在我们第三节课的 青春毒发型里 我们就会用到八字牛 而且我们的分区啊 也会和我们今天的一个发型分区很不同 第二个是我们的批发 批发这个同学们肯定都不陌生了 但我们的电视剧中都会用到啊 像所有的电视剧都会用到我们的批发 打造一出非常那种批发飘飘的感觉 而且我们的批发是比较顺直的 它属于高温薄的材质 我们是可以用它来夹直的啊 这个东西放置久了 它会非常毛躁 所以说要经常去梳理一下 接下来就是各种发剧了 当第一个我们的唐朝里面会经常用到啊 第二个字马剧呢 我们也是唐朝会经常用到的发剧 下面这种飞天剧啊双耳剧 大家做一下了解就可以了啊 那各种发剧 居足里我们经常都是手中去打造的啊 但是呢 经常我们的麻洛宝的话 基本上在罗宝室里 我们的现成的 现成的影响 到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化妆处理在那里面 这是我们的常会使用 通缺的了解啊 你从前面还有什么疑问吗 你从前面放一下我们基本式的构造 及作用啊 有任何疑问现在都可以提出来 另外的课下一定要记得交作业哦 像我们今天这个基本式的正面罩 侧面后面一张 大家记得课下一定要进行练习 主要是自己的手法的一个掌握啊 大家这个形状基本上 基本上都能看懂 一目了然了 就是我们两边两侧这个顶区要高一点 下面要收一点 而且我们的发包要紧挨着我们的发间去放置 那我们前面的顶区的这个发包啊 可以向前去推一点 而且中间一定要打毛 对不对 作业的形式呢 老师就不多说了 飘搏的雪摇曳灰风 是一灵魂更跌情愿 总管用轻浮的冒声 年末深沉 有谁不是少年月晨 截然一身爱一个人 忘记了笔手温柔眼神 写得出最刻薄的滋温 一记敲针荣尘 却不认识你好分 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良人 谁能留心挫负重生 最先动情的人 过去离人论 为人缠 我爱你 苍凉双眼明月星辰 不愿万里 口入星门 一个孤僻的春 摘获了你首课 献上一吻 有谁不许死而心舍 鲜血终结 鲜血长鸣 水梦中无数次的滋温 有谁不许死而心舍 我们的孟拉同学说古风发型就三节课吗 不是不同朝代发型不一样吗 对啊 我们的不同朝代发型是不一样 那在我们的一个专业发型设计课里呢 我们的古风发型只有三节课 但是啊 在我们的一个经典古风发型课 我看你是这个六合一的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古风课啊 后续呢我们还有古风课程 它是发型和妆容一起教的 每个妆容呢都配有一款发型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专业发型设计课里面的三节古风课啊 因为我们要循序渐进的去学习对不对 我们从基础开始在哪里学 后面呢我们会学习到 厌尾的包法啊 以及我们后驱堂包的一个包法 都是干货啊 学习到了这些之后 我们基本上 其实任何的古风发型 我们都可以非常得心应手的去掌握了 古风只是古风妆容呢 不是啊 我们的古风妆容是一部分发型也要配合着来讲 其实在古风里面发型有为重要啊 发型也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发型的一个 不是一个整体造型的风格呢 通常也要根据我们的一个发型来定 那我们的朝代发型里 关于清朝还有唐朝 它两类的一个特点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像陶朝我们的发际啊 最高呢可以做 十几公分的发型 在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历史当中 那关于我们的一个清朝发型 大家都知道啊 身体发肤呢 受制父母 所以说清朝一般断发啊 只有是 就是 夫君去世啊 或者是家里人去世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去修点我们的头发啊 作业更交不上了 为什么呀 那我们的发型的工具 是不是不好准备啊 其实也没有几样啊 大家只要整的好发包啊 还有批发 排发 老师觉得就够用了 发剂我们可以任意去买一样啊 任意买一种四样工具 我们基本上就够用了 平常最多的也不过就是用到批发和排发发包了 这样一下买大来的话 我们大概 五十以内就能搞定了啊 五六十以内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这个手法一定要练习 尤其是发型 发型主要是练啊 有时候是看懂是一部分 那我们真正练起来 它的一个操作手法也是不一样的 下节课给同学们看一下那个清朝的燕尾是什么样子的啊 清朝的燕尾呢 它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小燕尾 一种是大燕尾 它的一个等级所佩戴的燕尾也是不一样的 嗯 写中间鲜血长鸣 水梦中无数次的滋润 你想要最灵力的爱恨 一弯跳着浮射 只欠你一步认辰 我也算 万种风情是非良人 谁能有心挫抚终生 幻想岁月无声 百年之后何一分 我爱你 苍凉双眼 柳有余温 荒芜的心 是的呀 我是诗听歌的明明老师啊 还记得我呀 老师也是负责我们 古风的一个发型课程的啊 这个古风呢 我们真正的做起来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而且自己熟练了之后啊 自己反手就能给自己做造型 大家学好之后呢 完全可以在网上啊 去做一些自媒体啊 去吸引流量 而且能做成不小的事哦 现在古风在网上特别火 你们自己可以动手给自己操作 我说怎么有点眼熟啊 刚才的课你们都看懂了吗 不方便的话也可以用模特头去操作啊 都是一样的 主要是练习这个手法该如何操作 那个诗听课杀手改完好啊 我们的诗听课马上就要重新了啊 我们的月底大概就可以了 月底大概就可以重新上了 我们一直在做调整 咱把更好的给大家 是不是进来的晚了 重要的都没听到 没关系啊 我们课下呢 大家可以看重播啊 可以看我们重播课程 再复习一遍 有任何疑问的 都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群里 再提出来啊 老师都会给我们做解答的 好 我要 我去离人鱼 为人沉 我爱你 苍凉双眼 明月星辰 把圆万里扣入星门 一个孤僻的春 摘获了你首课 线上一碗 有谁不适思而心生 鲜血终结 鲜血长鸣 谁梦中无数次的滋润 你想有最灵力的爱恨 一碗挑着辐射 只欠你一步染成 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良人 第一个发型老师的重播课 都还没看完呢 怎么这么毛呀 是我们萌萌老师的日常课程 还没有练习对不对 没事啊 那我们的重播课 它是可以无限重复看的 但是呢 你一定要去练习啊 不练习 其实光看永远都学不会 对不对 重点在石头啊 没事了 我们躺在床上 闲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重播课程了 еся回 dicen 然后再看新作课程了 长言说 命运斑点 不由人 不信长言 偏心犯存 那些荒唐传闻 化名称为清春 黄尘滚坑 词... 突然不启 说完 涕泼的雪、摇曳恢复 是予灵魂更敌情愿 总管用幸福的矛盛 淹没深沉 有谁不许少年约成 戒然一生爱一个人 忘记了笔手温柔眼神 写得出最刻薄的滋味 一几乔占荣臣 却不认识你好分 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良人 小九老师的座椅还欠了一大堆啊 我不顾完了 没关系啊 慢慢来嘛 我们看了这么多 肯定有一些感觉比较容易的啊 那感觉不上不容易上手的 我们可以动手去练一样啊 练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那关于妆容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顺手去练一下了 对不对 在平常化完妆之后啊 完全可以把自己拍 自己拍的照片啊 上传的我们作业区嘛 那老师点评一下 不是可以的 更方便同学们进步对不对 那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差不多就结束了 同学们还有其他疑问吗 好没有了 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那记得课价有时间了 一定要去交作业啊 好了 同学们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